好 那麼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YouTube 上面呢其實就很不錯的免費的音樂庫 我們剛剛提過的老師如果你真的要用 音樂在你的影片裡面的話 不要隨便亂用喔 你找那個熱門流行歌曲 馬上就 有人會來找你喔 尤其又流出去的話會比較麻煩 我想這也是很多老師啊其實 不太想說把自己錄影的東西放上去的原因 因為也許他的教材啦 對不對 可能裡面 不自都是他的原創的 以我自己來講我是大部分都是原創的東西 所以我的放上去是還好 那 您先聽一首這個好不好 有沒有感覺 常常聽到 為什麼常常聽到 因為這就是來自YouTube免費的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用 那 老師 這個呢 我們進到YouTube 您進到YouTube網站之後 請您 在右上角這裡 先登錄一下您自己的 這個 Google帳號 右上角 有沒有YouTube的右上角 進去之後 您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 您的頻道 應該是進到這個 抱歉應該是進到YouTube工作室 您進到這個工作室 在左手邊選單 老師可以看到一個叫音效戶 點進去 這個是新版本的 現在是新版本的 他之前還有一個舊版本 那新版本 我是覺得 比較不好用 可是他 一定要換 也沒辦法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是不是有免費的音樂 還有音效 對不對 免費的音樂跟音效 那這些東西呢 你都可以直接下載 可以直接下載 但是你要搜尋 要怎麼辦 你來看這邊 來 可以看一下 這裡呢 如果你知道關鍵字 其實你是可以在這裡 直接輸入關鍵字 但是大部分大家都不知道關鍵字 對不對 因為流行音樂不會在裡面 所以呢 你可以找什麼 找類型的 來 我們看下面 有沒有看到他旁邊有類型 音樂的類型 有音樂的情境 對不對 這些呢你可以針對這些 你如果點一下 他就針對這個做篩選 你如果點旁邊有沒有 點旁邊這裡 點旁邊這裡 你可以針對這個 去做篩選 那 以剛剛那一首曲子 大家是不是常聽到 你覺得這首歌 你想要找什麼關鍵字 輕快的音樂 絕對找不到 我跟你講他的 名字 你絕對是想不到的 因為這個 名稱叫做 If I have a chicken 如果我會有一隻雞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If I have a chicken 你可以只找這個就好了 因為這首歌應該沒有人跟他一樣的名字 呵呵呵呵 If I have a H-A-B 有沒有 If I have a chicken 老實講這個名字 你想也都想不到 怎麼會是取這個名字 那你這樣找到了之後 右手邊就有一個下載 有沒有 按下去 NP36下載下來 很快吧 就這樣按下去就OK了 那 當然其實 網路上也有人 幫大家 在整理一些比較常聽到的 那這一個呢 我把那個 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有人把這種東西就做成播放清單啦 所以你倒是可以用關鍵字 就是那種 像你看 他這裡什麼 Audio library 音樂庫 有沒有 免費的音樂背景 這些 其實他們主要都是來自哪裡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YouTube 只是他幫你把它變成一個播放清單 所以如果你找找像這樣的音樂庫啊 或者是免費音樂之類的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這一種 所以呢 剛剛呢 雖然我們告訴各位說你用關鍵字找 可是有時候你會發現用關鍵字你根本不知道下什麼關鍵字 因為都是英文的 而且我們對這些音樂不熟悉 那你要找就會比較難 那因此我會建議你用搜尋的方式 你找 免費音樂庫 你去看看 他的應該大多數這一種的都是來自YouTube上的 那麼 別人的音樂 播放清單請問可不可以儲存起來 你們都沒有 把別人的音樂 清單把它加入 代播清單或儲存是播放清單 呵呵呵 對不對 別人都把我們整理好了 已經有合集了 那我們自然就把它存起來就好了 你就不用自己在整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把它整理起來 當然如果你知道的 像我們剛剛這樣找了之後啊 其實你也可以怎麼做 這首歌 這首歌你假設比較常常用到 你可以在他前面有沒有加一個信號 在他這個前面可以加一個信號 下次 就怎麼樣 以加信號的才列出來 有沒有這樣就找到了 就是你 比較容易就找到你 比較喜歡的歌 不然的話 因為現在那個音樂庫 隨時都在 出新的 會有新的曲子上來 而且流行的也都不一樣 可是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就把它存下來 就把它按一個信號 下次你就可以在這個 以加信號裡面看到 你 所選的那個曲子 這樣倒是OK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去找到 那些曲子 您可以 剛剛講的 就是你用這個 免費的音樂庫啊 或什麼 Audio Library 或者免費的背景音樂 因為我們 以教學來講 我們希望那個 聲音 最好是不要演唱的啦 就是比較屬於背景音樂 讓他 讓 你的 課程多了一個 情境在裡面 這樣子 好 那麼你現在下載完了對不對 你老師可以先找一首喔 他反正都是MP3 都是MP3 那這個MP3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丟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Edit Pender裡面來用喔 所以您可以稍微試看看喔 先找找看 你喜歡的 音樂 在哪裡 如果說老師您剛剛是透過這個 Audio Library 像這樣 我們就找一首 你喜歡的 好 假設你要這一首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他已經告訴你歌名是什麼了 所以你就來這邊 把這個歌名 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呢 回到剛剛我們音效庫 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篩選嗎 所以你可以到 音樂這邊 把這個名稱貼進來 按下Enter 這樣是不是就找到他了 直接 從後面是不是可以直接下載 這樣都合法使用 因為 他目前喔 我們YouTube這個 那個音樂庫或音效庫 他的授權方式就是 你可以 商業或個人使用 第二個 不用著名出售 他以前舊版本 還有分說 有的願意怎麼樣 就是你商業 就是商業使用 有的不願意商業使用 那有的是說你可以拿去用 可是要著名出售 現在新版的完全都把它 捨棄掉了 就是只剩下 完全可以公開使用 也不用著名出售的 就變成像這樣 那 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你就不用再去找什麼 怎麼樣把YouTube影片下載下來 或音樂下載下來 那些 雲端服務或是軟體 這樣就很單純 因為你 多去了那些網站 風險又增加了 那現在呢 如果您要把它 拿到我們這邊來用 請問可以嗎 可以對不對 好假設我放到第1張好了 好我要放到第1張 那我就一樣 是不是按著拖曳 我一直 這兩天來一直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只會這一招 按著丟進來 就好了 好但是重點來了 以前我們比較小時候 可能您如果在收信的時候有些會 寄一些那個PowerPoint裡面就放那個音樂 然後你打開就說 簡報自動播放 音樂自動播放有沒有 那 您如果曾經在PowerPoint放過音樂的話 你應該知道 如果我丟在這裡 是不是只有這個投影片會有聲音 其他的投影片應該沒有聲音吧 那怎麼辦 PowerPoint裡面我們可以設定 設定什麼 這裡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就是 你看進來的 如果你沒有特別設定 你看我們整個 影片的時間有沒有被拉到2分30秒 那我並不希望這樣子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按右鍵 這個有一個叫做 播放多個換燈片 這個功能 如果說你把它放在 頂端其實音樂我們看不到這裡 放在頂端 放在底端是沒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你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它就會自動依據你原本的投影片的時間 那我怎麼樣 把它分散到多個 一直到這個音樂播完 好你看喔 我先做一下 您看看我們那個變化 按下去 好現在 您有沒有發現我的左手邊 又恢復到3秒鐘 對不對 那麼 在每一個 這邊 都有音樂 這個都會有音樂的喔 你看 點到它 有沒有這裡有個音樂的檔案 E5的Chicken 在後面這裡 只要它還沒有播完 它後面 這幾個就會繼續 存在下去 那如果說你的影片 真的比較長 你可能就要 在 比如說到這裡沒有了 你可能要再丟一個進來 讓它再怎麼樣 繼續播放下去 這個是目前它的設定方式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呢 你不希望這個聲音 喧冰奪主 是不是 干擾到你 可不可以把它音量降低一點 可以嗎對不對 你把它音量降低一點 然後到不干擾的 一個程度 好假設這樣子 我們就稍微 直接用這裡聽看看 來我們看一下 縮放進來 好 有沒有我們從音量上 可不可以 稍微判斷一下 它的整體的音量 累一下 這樣有吧 對不對 就還不算太干擾 但是你又有一個背景音樂 可以幫助大家 就是有一個情境這樣子 OK 這樣會不會以後老師都用同一首 這樣同學站著還是睡著 偶爾要換一下你的主題曲 同學說 老師你怎麼這一堂課不一樣的 不然每次都是聽老師的聲音 永遠都是同一個 就可以稍微交換一下 就來看